这边有一个赛车 赛车项目 这个是挺赚钱的 很多人这个在我的公园玩 现在509人 我们现在有9000块钱 9000块钱可以在这 我们可以提一下价 因为很多人在排队嘛 提一下价 30块吧 调成30块吧 30块钱一个人 厕所呢 我们也搞一下收费吧 厕所这个收费1块钱 上一个厕所 这边游客太多了 这个游客太多了 我们可以稍微的往价钱提一提 提到6块 价格全部同步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调一下门票 门票的价格这个 再调一调 门票 入园免费 下次还会来这个公园珍宝 我希望这里有更多的娱乐设施 他们需要找很多娱乐设施才行 门票我们调成这个3块 家庭调成调成2块 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再进来 这个排队的人还是很多 这个我们再提高一下票价 提高成50块 提高成50块 OK50块 摩天轮再提一些价 对摩天轮这个不提价不行 摩天轮我看一下多少钱一个人 6块是吧 我们提到这个12块 翻一倍 翻一倍 这样我们盈利就快了 我们现在还是在亏损状态 没钱的话 我们去贷款 营销活动 财务 贷款吧 这年亏损有点多 贷款5000块钱 贷款5000块钱 用5000块钱做一个游乐设施吧 OK 这样应该就可以挣钱了 绿化做一下 就这样做了绿化之后 这个游客才会越来越多嘛 对吧 我们的公园才会做得越来越完美 我开始赚钱 第一次开始赚钱 赚了1300 好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哎一下我又怎么又亏钱了 卧槽 这个玩的人特别多 这个排队人特别多 我们可以提到这个票价提到9块 哦不对 票价提到14块钱 这个玩的人不怎么多 我们提到7块5 7块5 完了之后再说 这个摩天轮的话暂时不提价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赛车项目 赛车的项目 这个看一下人数怎么样 人数好像降低了不少 降低了不少 我们提到32块 降到32块 OK 然后门票呢 我们可以再考虑考虑搞一下门票 这个价格还不错 然后这个门口我们再做一点 稍微做一点景物的这个绿化 现在贷款我们还要还很久 贷款 看一下这个商店啊 这个商店的话 上个月赚了230 这个商店看一下啊 上个月赚了34 34 看看这个厕所赚了多少钱 厕所亏损2块 总利润是亏损300 我们可以提 试试提一下门票 因为我们现在游客越来越多了 提一下门票吧 我们的公园应该是 门票提成4块 然后家庭提到3块 然后提高1块钱 提高1块钱 但涨钱涨得特别快 然后很多人进来之后 就直接进了我们这个赛车道 我们这个赛车是最大的项目了 钱变成正数了啊 钱变成正数了 这个赚钱肯定是一直会赚钱的 哎呀 怎么又开始变负数了 好好头疼 我操五块钱都没有啊 资金不足 哎呀 好烦啊 他看员工 正在考虑辞职 他的工作量比较低 看一下他的这个 亏损了400多块 我操解雇解雇 滚蛋吧 我不要你也可以啊 相反解雇解雇 你在我的公司干活 简直就是败类啊 不行不行 给他删除掉啊 那这样我们这有钱了吗 所有的人玩完摩天轮之后 他们都往右边走 他们要这个离开这个公园 他们都没有去左边去 没有去左边去玩 对吧 等会我把这条路一删 删了之后 把这条路接到这边来 然后呢 他们必须这样走一圈 他们走过去 或许会完整两个项目 这样的话 我就属于这个半强制消费 啊 然后这边两个 我不是做了一个出口吗 然后这边很多人出来 然后等会我们在这边 加一个这个娱乐项目 然后这样这个娱乐项目 人就更多了 哇 这样玩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哎 他们也没卡bug 可以走过来 然后我再加点这个清洁工吧 看他们对我的公园 我甚至 没办法排队完三角风暴 三角风暴是这个啊 很多人玩 可以排队啊 调一下 调一下价格八块 这个价格给他调一调 这个九块 哇 这个好多人玩这个 卧槽 十一块 调十三 神游太空 不过这个做的人不多啊 运营调成满仔 调成满仔 这个运营 满仔 这个也是满仔 病毒广告 病毒广告打一个 打点广告 这个游客就会越来越多 看到没 他广告啊 提尔视频 船服 连续打三个广告 然后这个我们的游客 就会越来越多 游客也一千七啊 越亏越多 什么鬼啊 营销活动 因为资金不足 广告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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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这把刀 哇 这么多人在玩这个 三十二块 爱玩不玩 哇 这个这么多人排队啊 哇 五块钱不行 五块 十块 全部翻一倍 这个玩的人也有点多 造成这个十八 十八 老子的公园就一个字 贵 爱玩不玩 不玩滚蛋 哎呀 哇 这么长的队啊 不行 四块钱肯定不行 八块 翻一杯 我这个我调十块钱 你们都那么多人排队啊 那我受不了了 四八 爱玩不玩 不玩滚蛋 许多游客觉得这个游乐设施太贵了 他们觉得这个十八块太贵了啊 调成十五 调成十五块 加一下车厢 先这个把它开起来 测试 十块钱一个 哇 十块钱一个有点 太不赚了吧 这是第一排啊 这就是第一排啊 这通宝是往后开的果然车 啊 这还没坐满的人 好开始了 哇 卧槽 他是先往后倒 然后再往前冲 这他妈这种果然车 我真服啊 我去把人挂起来 这好危险啊 再把人甩出去 击齐斯皮达啊 卧槽 还带旋转的 旋挂的 这个很 这个很刺激的 这个胆子 胆子大的人才能做 这个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 反正我这个 我是不敢玩这种东西 这太狠了 我们还可以搞 第二个果然车 水上果然车 还完了贷款 哎 我操怎么没钱了 我操 奇怪了 这个没人玩啊 十二块钱不贵啊 怎么没钱了 哎 有钱了 然后呢 这个我们可以 改造地形 就比如说把这个水面往上拉 你看 在这边做做娱乐项目 但是很贵 改造地形很贵 得慢慢挣钱了 好 那今天呢 这个就玩到这里吧 我